欢迎收听国考驿站 大家好 我是国考驿站站长 好 我们这一集是208集啦 QA的部分 那release的日期 嗯 208集 我确定一下 我看一下 208集如果 应该没错的话 是排在1月19 嗯 208 对 1月19 好 1月中了 好 那在QA开始前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每个礼拜 我一定会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 然后或是我想传达的一些想法里面啊 就是 这个礼拜啊 就前几天 因为大家知道 我平常其实除了做Podcast 然后还有一些 自己的自我成长的学习嘛 我最近就是很 很 我不敢说很认真很努力啦 但是至少是 有目标的在学语文学 包含学日文跟英文 那就是 学习当中啊 有时候觉得啊 要 抽空 那 就是休息时间嘛 休息时间 那其实我自己的人格特质是 我是属于那种 陷不下来的人 所以我会 就是 在休息的 那十几分钟啊 十分钟 十五分钟 我还是会就是看一下 家里有什么要丢的啊 因为我觉得说 就是 奉行断舍离啊 其实很多东西 不必要的东西 不只是你 呃 物品上的断舍离 其实很多的那种 有毒关系 或者是你脑袋中的断 脑袋中不必要的那种 比较负面的思考啊 也是 要断舍离啊 这样人生会比较简单啊 所以我就要看 就要翻柜子 就 无意中翻到 十三年前的国考日记 十三年前就 2011年嘛 我就看了那时候 我的记事本 那我的记事本 那就是 十三年前 其实那时候 因为没有什么钱啊 因为大家知道 我在准备国考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钱 准备考试的 真的是 孤足一致啊 就是把自己 在工作 大学毕后工作 存的那 唯一的一点点钱 就二十万 然后每个月 还要缴学贷 然后还要缴房租 那 就是 就是这样 怎样讲 我觉得是缩紧裤头 这样 嗯 在准备国考 那我就看一下 啊 那时候其实 那个布子上面 贴满了 那个Seven的几点 那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经历过 那时候的年代 就是Seven 跟全家都有几点 然后他就有几点卡 那个贴纸 那边贴纸贴纸贴 但是我自己 是没有在几点 因为我觉得 那个礼物就是 很激热啊 他只是印了一个 好像很有名的logo 或很可爱的 卡通人物 可是那个东西 一点都不好用 你可能用一用 他就掉漆啊 或是掉 掉下去 不小心手 手 没力了 掉下去 然后东西会坏掉 所以我是没有 什么在收集的 而且其实 有一些店家啦 现在虾皮 有虾皮啊 那以前 有一些台 我知道台北 有一些店家 其实就是 非常隐秘啊 但是他是 不对外营业的 但你 如果知道他干嘛 你其实是可以用买的 你就直接跟他买那个基点的东西就好了 你根本不用那么辛苦的基点 外面都是贴眼眉眉毛啊 然后里面就有些日记啊 我那时候几乎是每天写啊 写个国考日记 然后是跟温老高两个人 就是我写上半部 他写下半部 就一天一天 因为那是年历嘛 记事本 算 抱歉口误 那不是年历 那是记事本 就是一天一天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日这样 一周一周的 然后每一周就是写 写两三句 简单记录一下 当天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觉得 先情好 先情不好 或是哪里好玩 好吃 或是说 干你娘吉拜 考试考得那么难 对 然后看了一下 就觉得很感慨 就觉得说 13年前的烦恼 现在 用现在的角度来看 已经是过眼云烟了 13年前你 经历过的 你觉得很困难的 无法达到的 人生无解 或是很无奈的 你觉得振不下这口气 可是你现在看 你会觉得就是 过眼云烟了 所以我鼓励大家 就是写国考日记 如果你现在是很认真 有目标的 想要谋求 公职 铁饭碗的话 我鼓励你写国考日记 就写日记 因为这个日记是 只有写给你自己看的 我其实是不太鼓励 写在脸书 因为我觉得脸书 其实是 很假 很假 因为脸书 其实上面的东西 都是报喜不报忧 大家其实就炫耀 成分剧毒 你看多了 你也腻了 我觉得国考日记 那就是 有苦有乐 你可以记录一下 顺便把自己 负面的情绪 就是借由写日记的方式 作为一个有效 我的书法 然后第二点就是 想要跟大家讲 你写国考日记 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在考上之后 不管你有没有考上 你在过完几年之后 你再回头看这个国考日记 你可以了解当初 你为什么考国考的初衷 会更了解你自己 因为我觉得人生 其实自我探索 一直是 一辈子的功课 为什么我会说 一辈子的功课 因为你每一个阶段 你的人生 可能因为 历经的事情不一样 我国文不太好 那个叫什么 沧海桑田 那是沧海遗述 反正你遇到的事情 会借由你 你经历过的事情 那你的人生的阅历 可能视野啊 或是见广啊 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风景会不一样 所以 你就是 当你看到风景不一样 你再回头去看看 当年我写国考初衷 我为什么要考国考 那可以更了解你自己 然后 我觉得第三个 写国考日记的第三个优点 就是可以复盘人生 就是我看的 我觉得很感慨 我就觉得说 当年 考国考的时候 其实是 我跟温老高两个人 就两个人 很穷很穷 这样准备 一路上 就是不被看好 甚至我 我有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在一个 很烂的课大 排名很后面的 实力课大 我们在那边的图书馆 我每天就是等图书馆 开门 那开门前 我们就是 因为准备国考 大家知道 其实有很多法规要背 背不完 背不完 你永远都没有背完一天 我能够所把握的就是 考古题 有考古的东西 有考古的法规 我能背 尽量背 那我就是每天利用 早上图书馆开馆前 我就是比如说 一三五被母法 星期一三五被母法 礼拜二四六 那我看就是 施行戏者还是什么的 或是其他 会考的一些政策 白皮书什么的 因为这种东西 当今 现在的政策什么的 政府在做的一些 实行的政策法规 其实也是很耐考的东西 那东西真的是很多 包山包海 所以我就利用那个 开馆前 图书馆开馆前的时间在背 那 其实 之前我不知道 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我再讲一次好了 就是那时候 其实坐在 图书馆外面背东西 然后那个斯利克大的 男大生 那个弟弟 因为其实年纪 年纪可能差了 五六岁有了 但是那个弟弟就是 蛮呛辣的 讲话很呛辣 他说 看什么书 还不是念东南 抱歉 我 我 我 无意中 透露了那个学校 反正他就呛 呛我跟温老高 我想说 我们心里就想说 我们的确不是念东南 我们只是借用他们图书馆 然后被呛 那被呛 我们就鼻子摸摸算了 我想说 的确啊 现在是鲁蛇 就算 被东南的 被斯利克大的那个 男学生看不起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即便 即便那时候 我脑高已经有政大研究所学历了 那我 我那时候只有大学毕业 但是 好歹也是普通大学毕业 但是我们觉得说 嗯 证明自己的方法就是 你做到一些 do something 那你什么都还没做到 那就闭嘴 被人家骂 被人家笑 那是活该 那是应该的 对啊 反正 看了就觉得很感慨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讲很穷嘛 所以那时候就是常跟我 我脑高吵架 大家知道吗 我都看了 我觉得很感慨 就是 那时候我们 也没什么钱 可以买很高 高标 高配的那种电脑 我们买的就是文书机 什么叫文书机 就连开文书都会很卡的那种电脑 小小台的 那个电脑做什么 是拿来 考古题你不会说 你拿来找答案用的 对 因为有些东西是教科书找不到的 那还有就是 做电子笔记 电子笔记 所谓电子笔记就是说 考古题你一定有自己的逆达嘛 因为有些解题书 解题书 我不是 我 我不要讲有些人 应该说大部分解题书 做些很烂 对 你就是找到自己 能够信任的教科书上的答案 或是自己网络上查到 你把它整理成 有大体架构性的东西 你把它做成电子笔记 那电脑就很必要了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 我跟文老高 就是两个人会为了 抢电脑在那边吵架 对 后来 后来妥协的 那电脑是我买的 但是 也不能说它都没有付出啊 其实那时候 十一柱型都是它在付的啦 它在付的 那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早上我用 下午它用 还是下午我用它 早上它用 我忘记了 我们后来就是取得一个平衡点 就不要再吵了 我们都是为了有共同的目标 在努力 对啊 反正 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会耍脾气 耍任性 就是他说 他在日记里面有提到说 他觉得某一颗都是一些老贼 在出的书 教科书都指出他独门安器怎样的 那那就是他想要再多看一点 因为他觉得自己快考上了 那我就是 但是我因为那时候任性 或是心情不好 我就觉得说 五点就应该回家了 我不想要多待了 我今天已经看够多书了 然后就跟他说 我要回家 对 然后他觉得很无奈 就两个人在互相拉扯 没办法 但是不管怎样啊 后来我们两个人就是这么辛苦啊 一路上不被看好 然后被笑 被排名后段私立的男学生笑 那一路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啦 对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写个过考字机啊 我抱歉 我这一集讲的比较感性啊 只是看了就觉得 很感慨啦 然后 我也会自行啊 因为我觉得说 如果 大家也知道 听了我的podcast 应该也有一段时间 知道我其实是一个 蛮强势的女生啊 自我意识算蛮强的 那我在看了这些 我就反省说 诶 我给我哪搞 我们两个人的关 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如果我能够退让一点 或者是我找到 我们两个人彼此的关系 我在这两个人的关系 彼此关系之中 我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成全他的工作 那我就是做好 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要去拉扯 我觉得我们一加一 应该是大于二 而不是一加一小于二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啦 好啦 就是提供一些想法 跟大家讲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 今天 这一周的QA 来第一位 柳金您好 想请问如何使用 公文系统搜寻黑官 近期听到您 Podcast第52集 有提到 公文系统 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人民搜寻 肉搜他的背景资料 希望请教一下 这个功能 在异化系统首页 哪个地方 想问具体的操作方式 谢谢您 好 那个 Dan Joby 我叫你Joby好了 Joby 你应该 没有在公文系统 做很久 因为看你的文字叙述 做很久的话 你大概会知道 有一些方式 是可以知道 是不是黑官的 尤其是自己的展官 对 不一定要用公文系统 但是 公家机关 每个公家机关 他们资讯处 或资讯室 那标道的 那个公文系统 标道厂商都不一样 有的是用 我听到大部分人 是用笔验 我过去是用笔验 我们不知道现在 是不是叫笔验 然后比较有钱的 单位 比较有钱的部会 它是自己开发系统 自己开发系统 因为他们有钱 所以可以自己开发 没有钱 你就是跟厂商买套版 就像笔验 它就是一种套版 那时候 我带的机关是 公文系统 有比较多预算 所以我那时候 使用的系统 叫2100系统 那时候2100系统 再加上 那时候还没有 没有什么资料保护的那种法规 就是什么资料保护法 还是怎样的 所以那时候 我是在我们的单位 可以用2100的公文系统 去肉搜所有的同仁 他的所有人事资料 包含哪一个长官 比如说民国六十几年进来 是经由什么初等考啊 或是什么 什么那个特考啊 或是怎样怎样的啊 用什么 什么样的考试 转进来的啊 他不是用考 不是用国家考试的名义 转进来 你其实都可以去肉搜 甚至哪一个同仁 他做什么黄牛 在外面兼职什么的 被匿名 被匿名检局 你都可以看得到啦 对啊 那不是每一个公文系统 都可以找得到了啊 所以 我不知道你们公文系统 因为应该这样讲好了 不是每个公文系统 都可以找得到 是不是有 可以搜寻肉搜 那个其他同仁的功能啊 对 因为每一个部会单位 他们的公文系统都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 看你们单位 有没有开放权限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 应该说啊 有的长官 他会不希望 自己的东西被肉搜 所以他那个单位 你根本没办法 肉搜 用名字去肉搜 对 好 那第二个 就是想跟你说 其实你不一定要用公文系统 其实你去Google 你就直接把那个同仁 或长官的名字 你用Google 或是你就写信 直接问全序部 他是不是进行国家考试 但是 依照我的经验法则 全序部他不想躺这温水 他通常会 会那个 就是打太极啦 算 但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然后第三个 跟你讲的 你要知道这个同仁或长官 是不是可以 第三个方式就是 我觉得是最有效的 就是 你跟机关 机关里面的老臣 老屁股 待很多年 那种老屁股啊 或是老公友 架持啊 你跟他们比较好 要怎样比较好啊 我跟你讲 他们那些 那些老屁股 老臣 老公友啊 很好讨好的啊 你就知道他们 其实因为是老了嘛 那你那老人想要吃什么 土豆啦 齁 养生的啦 自己做的菜啊 有没有 哎呀呀 男子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 薄啊 菜贵啊 啊 我自己做的 小黄瓜 有机的啊 你看 有糖膏的 痕迹 这有机的 这听说对身体很好 有维他命C 丰富的矿物质 吃得让你回春哦 齁 对不 你知道刚才这样讲 他就会 很信任你 多送几次 送一次可能还不过 多送几次 你取得他的信任之后啊 他就跟你讲 哪个人是黑官 哪个长官是黑官的 齁 那最后一点想要跟你说 小心黑官长官啊 小心你的长官啊 尤其你的长官是黑官啊 因为 黑官当长官 他有一个特点 他会进所有可能 当底下的人升线 尤其是底下的人 比他优秀 学历比他好 或是正 经由正式考试进来的 他会进所有可能 当底下的人 因为他自己出不去 也上不去 因为黑官其实 黑官的山 他后面的山 是有限的 他也有天花板 而且他出不去 黑官最大的特质 就是他出不去 他没有办法 像一般公务员一样 可以上吊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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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因为那个山只有在那个地方 可以罩着他 好了 那就是黑官 黑官 黑心官 好了 加油了 那以上几个方法 可以供你参考 对 那个 Joby 供你参考 好 我们看下面 位 阿肯 感谢站长 今年顺利上榜 站长好 我是阿肯 准备移民特考两年 今年终于顺利上榜了 我是在去年 找到国考驿站的 在那之后 每天洗 洗澡煮饭 或是读书 读不下去的时候 都会听一两集放松 听站长讲话 真的非常舒压 感谢站长 用心经营国考驿站 除了为我枯燥的 备考人生天真色彩之外 也给了很多考试的技巧 非常受用 照着站长 所有的九字 曾经买书 念书 请做考古题 真的会上榜 好 阿肯 那谢谢你 谢谢你 对我节目的肯定 对 那 我就是 想跟你说 其实 不管是 国家考试 公职考试 其实任何考试 甚至我在现在 在准备的 日文检定都一样 都是满书念书 请做考古题 对啊 不一定要补习 其实准备考试 我跟大家讲 花钱补习 不见得会考上 因为这是两个 不同独立的个体 对啊 你要考上的关键 还是取决你自己的决心 对啊 那你有没有决心 就是 拿题目来看最快了 就像我现在 在考日文检定 我一刚开始 就直接拿 检定的题目啊 大家一定是说 你是奇小啊 站长 柳进 小杂母啊 那我这样 考完N4 就要直冲N1了 对 我跟大家讲 我很勇敢 我就是考完N4 我现在准备N1了 我只可以直接跟大家说 我的目标就是N1 对 那我就是会 在 不给自己的时间 是一年啊 那一年内 就是两个考试 就这样 我觉得一年的时间 准备N1也够了 即便我不是本科系 我日文其实也没什么底子啊 我也没有在补习啦 有 我也许 我不知道补习的定义是怎样 但是之前在日本 有一段时间 其实是有请日本 一个日本家教的 就是日本国籍 日本人 对 他是全 All Japanese In the course 对 他是 No Chinese No Speaking Chinese 对 你完全不能讲中文 你讲中文 这个老师会是 充耳不闻 对 那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觉得上 那个 日本 那个日本老师 就 我们叫他 Okiwara先生 Okiwara先生 我记得他那时候 就是他住 那个 Saitama 奇遇县 他都每天晚上 都搭了电车 然后 然后就是 过来 过来指定的地方上课 那时候其实 大壮还很小 他那时候 其实还没两岁 我是带着我的女儿 去上课的 那大家知道 其实 小孩子还没两岁 那 夜乱啊 我根本没办法 好好专心 再加上 你没有什么底子 你其实听 那个全日文的 那个环境 你听不懂 你听不懂 我甚至那时候 回来 那个老师 就一直在上课 讲 他对吧 他对吧 我想 他对吧 他对吧 是什么 对 后来 问了 问老高 他就说 哦 那个 他对吧 叫做 Fore X Rambo 对 我说 哦 原来是这样 他对吧 是例如的意思 对吧 反正我觉得很有代沟啦 因为 我觉得学语文是这样的 其实你要有那个环境是很好 你找那个本国级的人来教你是很好 可是那个前提是你要有一定的底子 你再去听 可是你刚开始连基础都不懂 你听的话你其实在浪费钱浪费时间 然后听了几节课我就没有再上 我觉得效果不好 再加上 那个老师就是从那个大家懂日本语 大家懂那个日本语啊 我不是很赞同就是你刚开始学你就看那个啊 因为他的练习题非常多 然后他的练习题也不是针对日文检定的提醒而设计的啊 对啊 我觉得非常浪费我的时间啊 再加上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啊 小孩子会乱 所以就后来没有再上课 等于是零零零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那其实五十英也忘了差不多 五十英重新再看就是去年九月的事情嘛 好啦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念日文的心得 日文其实 我觉得蛮有趣的啊 然后我自己在准备考试的视角啊 看的跟大家比较不一样啦 大家一定会觉得N1很难 不会不会 因为我就是看了N1的考题 我想妈的 这根本是考中文嘛 为什么汉字那么多 反正要是N4N5没有汉字 你头脑还要转意说 诶这评价名是什么 诶这那这难啊 干 诶不知道哭啥 诶对啊 反正就这样 好那我们看下面位 啊忘了跟你说 阿肯那那最后一点啊 抱歉啊 我补充一点啊 那你就是考上移民署之后啊 在移民署如果工作上有任何问题 欢迎写信来 我来那个问站长 我非常乐意为你解答 好我们看下面位大奥巴桑 我还是站长柳静 我真的好想给站长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的节目对我这个欧巴桑来说 简直神助攻 我考虑到家里钱包有点紧 所以打死不去报名任何一家补习班 硬着头皮 目前全职工作一篇拼国考 我的目标是高考 但那升论题就像天书 完全不像以前考执照那样 背个法条就是OK 再加上没胖过的科目 有时看着排列组合条文 觉得完全摸不着头绪 有时一提升论题 我花了三个小时才弄懂 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天真 希望站长能给实物建议 因为我是看到升论题 就顺便念书 真的不敢从每一本书的第一页就开始 最后想说站长我爱你 我爱你 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句话 这句话上次谁跟我讲 大壮吧 他那时候还很小 那小孩子就是 比较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现在上了小学比较有羞耻心的嘛 比较有羞耻心的 所以就是不太会跟妈妈表达自己的情感的 好啦废话不多说 那大欧巴桑我跟你说 那你觉得那个法条 升论题就像天书啊 我跟你说 法条你现在应该觉得说很复杂难背 对不对 法条怎么背 怎么背 有三个关键 你就按照我现在跟你讲的三个SOP 请你直接拿考古题 考古题有考过那些重要的法条 你把它用笔记或电子笔记记下来 它哪一条最好连数字都背 好 但是来第二个 你就是记完这些重要有考过的法条 重点法条 重要法条之后 第二个步骤就是 请你把这些重点法条 有考过重点法条 用关键字把它背下来 这个关键字最好不要超过四个字 然后第三个步骤 请你练习有架构 有答题架构的方式 把它写出来 就是这样一直熟练 这三个方式一直熟练 法科不难啊 真的不难啊 就是看你有没有熟练而已 然后就是我刚刚讲的 用零散时间背 你就看鬼电子说 一三我看明法 二四六看心法之类的 就是这样的方式 好那 那再来就是 我跟你说 大奥巴桑 其实我在咨询的时候啊 非常多学员有跟我说 就是他一题 一题 你一题花了三小时 有人是一题可以弄一整天 那一整天 他就是一题都找不出答案 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说 你就是 你要自律 你要自律 为什么我说要自律 你一定听得 就是好不着头 摸不着头去 为什么我会讲自律 你就是要练习两个小时 就是写一份考卷 你把自己训练成 我在写考卷的时候 我就是在考试 就是两小时 你一题 请你写不要超过30分钟 你一题如果30分钟内 都找不到答案 写不出来 请你跳过 直接写下一题 反正你要节制 不会的先跳过 终有一天会开窍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我虽然没有学过什么大脑认知科学 或是心理学 心理学研究 但是这是我自己在准备国考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点 甚至我现在在准备日文也是 就是我一直以来 我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 我都是个很任性的学习者 只要是我不会的 我拒绝听 我拒绝接受 因为我觉得那是在荼毒我的大脑 浪费我的时间 像以前 以前大学学那什么鬼的 那个统计啊 我们老师真的超贱的 大学老师 统计老师真的超贱的 而且我的统计是上下两学期 各三学分 所以总共学有六学分 那个老师啊 普通的统计题他不考 大家知道他考什么 统计的推导 公式的推导 对我要把你推导 公式的推导师其实是最复杂的 他就是考这个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干老师上课在讲推导 我都听不懂了 你要考试写出来 我拒绝计 你就算当我 你就给我当吧 对我就 我个性是很硬的 大家听我节目应该知道 对我就是脑机被当掉了 后来我下学期就说 我死也不要修你这个 贱老师烂老师的课 对我就去修比较好过老师的课了 好那 反正那种 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学日文也是啊 其实不只是日文啊 任何语文都是你只要遇到 我那个文法就是无解 我想说 你娘一败咧 那啊 那本国人 日本人需要学什么文法吗 我们中文 从小在学国语国文 有在学文法吗 你娘一败 我是怎么要学文法 英文学什么文法 集物不是集物 日文上面 字动词 大家动词 死意行 此意动词 你娘每一次 每一个都 自己发明自己的名词 谁叫死意 塞你娘啦 又死又意的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干 这什么鬼 跳过 跳过 但是我只有坚持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 我一定会坚持 就是考古题考过的 概念 我一定会弄熟 但是你跟我讲文法什么的 我在看书 我就直接在书上写 你娘一败 不要跟我讲那么复杂文法 我是会在书上跟作者这样对话 对啊 那就是 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日文念到现在 从去年9月多10月多 念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 我就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那个 我有些就是那时候卡住的文法 我忽然会了 就是随着你每天每天 这样强迫自己去念 你就发现越来越熟悉了 之前觉得很难的 现在好像也不难了 我怎么忽然就会了 就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就像现在看日剧 我看日剧我就 开始慢慢听得懂了 从刚开始拒绝听你日文讲什么 就是看我的中文字母 到现在开始慢慢听得懂 他日文大概在讲什么 比较短句子的话 我大概就听得懂了 就这样 那国考也是一样啦 我过去准备国考 实际上我跟大家讲 我是跨科系在考的 我不是考跟我大学念的 一样的东西 的类科 那我刚开始那些专有名词 法规在攻杀小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硬背死记 如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就是Google那个图片 然后用想象的去意淫他 用想象的 对 好 那那个大欧巴桑我跟你说 就是系统性的去念书啦 然后坚持不懈 不断的试作改正 改正的话 那很快就会上榜啦 就是坚持下去 好 那 我们看最后一位 陆小曼 哈喽 柳静大道 我想请问你当初高考上榜的时候 读书都读了几遍 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还有准备高考的时候 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期待你的简说 感激不尽 好 那个小曼我跟你说 嗯 我当初在准备高考的时候 其实我念书只有念一次啊 就是很快的念过 就是跟大家讲九四真经啊 但是我在念那一次的时候 我会大概把重点 做个一些笔记的通整 然后至于考古题的话 我就是念了一次之后 就直接做考古题 我考古题我忘记自己做几次了 十几二十次吧 可能二十次二十五次都有了 我就是考古题 我至少做个十回以上吧 十回二十回以上 然后你说什么 我准备国考最痛苦的事哦 很多耶 讲不完耶 如果真的要讲 要具体化跟你讲话 我觉得其实 最痛苦的事情啊 对于我自己来说啊 你就撇 撇除掉那些击掰的人啊 什么三足弓六神婆 哎 你不要抠个当时啦 撇除到这些击巴的 那种嘴贱的人不说 我觉得其实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 不确定感啊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 因为你不确定自己这样做 是不是会对的 不确定这样做 是不是会上榜 这种不确定感 会让你觉得很焦虑啊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第二个 会让我觉得痛苦的事 是被看不起啊 那被看不起 这不用讲了啊 这其实 我相信现在有在准备 国考的国考生 尤其你在做全职准备 兼职准备 其实还看不出来 因为你有兼职 哎 我有在贪钱啊 我有身份地位哦 你不会看我没哦 啊你是全职的话 我相信我讲这样 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啊 因为那时候 我几乎是躲起来念书的啊 我连社群 我强迫自己 不上FB 因为有时候会首剑 你知道吗 食指会首剑 就忍不住点滑锁 就看 哎 你娘七八耶 哎呀 那什么小宝啊 哎 大学可以有恶意耶 哎 出来的 他们家也有钱 有钱人家的小孩子 什么都比较会 现在竟然去英国念书了 什么 他寒假还要飞去阿姆斯特丹 对 干嘛干嘛的 然后 过没半年 哦回来了 哦 在外商HP 当初 功课比你烂 将近要二一的 去国外洗个 黄金学历回来 现在在外商 啊 结果你现在在干嘛 这么个气臭 哦 对啊 我觉得被看不起是第二个痛苦 然后 再来我觉得最痛苦的点就是 荷包越来越瘦吧 因为 我那时候全职准备 其实是有经济压力的 只要全职准备的考生 都有经济压力 当你经济快要见底 你就看着每次去刷布子 哎 剩几千块 我这几千块 我还可以用多久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哎 好焦虑哦 我这样还可以考到哪时候 那我是不是要赶快去找个 那个打工啊 或是找个 约聘雇 可以正常上下班的 我这样才有办法支撑自己 一直到考上 对 我觉得那个经济压力 其实也是一个 痛苦的点啊 可是 我觉得那是两面认啊 有时候你就是有这样 经济压力 所以你会push自己说 我一定要考上 我一定要考上 那考上的话 我一定要做到哪些事情 对 你就会去 嗯 刑事自己啊 说 哦 我 我不能再这样蹉跎下去 我一定要把考古题做完 你就是这样push自己啊 好 我们这一集的QA就到这边了 有什么国考公职 或是工作大小事 欢迎就是 Apple Podcast 我新留言来问问题 或是寄信到我们国考异参的信箱 再来就是要工上一下 呃 跟旧版有什么不一样 他如果买的旧版 需不需要再买 我觉得是看个人啊 看个人啊 但是我 嗯 我可以跟大家讲啊 我新版书其实是 增加蛮多东西的 增加蛮多东西的 然后增加了什么 就是像是 我跟大家说 哦 有没有补习的必要 什么 像是夺宝 夺版班 特 好难念 特训班 哦 有没有必要去 还有那个国考作文新制 哦 你应该要怎么准备 你的时间分配 你的版面要怎么分配 还有如何用 AI 快速准备国考 还有一些 就是 呃 如果战粉或听众啊 对我好奇 或我好 还有写一些 我个人生涯 职业经验的分享啊 还有一直没有考上国考 还要继续考吗 就是这样 对 反正就是加了一些东西啊 大概快 加了快一万字 还是一万多 我忘了 反正就有加一些东西啦 好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新版的书 好 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啦 下集见 拜拜